大家好,我們今天主要介紹reportation learning 中文的部分可以翻譯一個表示學習,也可以說是特徵學習 那我會先介紹一下特徵學習的一些相關知識,還有早期的應用 特徵學習主要是希望說可以在不同的任務中共享訊息 那這個它有助於處理多個模型或領域,或是將學到的訓練轉移到樣本很少或是沒有的任務上 那我們希望說資訊在處理任務的時候會讓它可以更簡單 那如果會比較困擾的話,那可能是說你這個特徵學習取得不好 那我們先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說阿拉伯數字210除以6 這對一般來說還蠻輕鬆的 但是如果看到一個是羅馬數字的話 那正常人會想先把它轉成阿拉伯數字再去做運算 然後第二個例子是 我們希望把一個數字,然後插進一個排序好的陣列中 那如果你是插到一個linked list的話 那你的時間複雜度就一定是big o n 可是如果你是插在一個紅黑數的list上的話 那你的時間只需要big o n這樣 也就是說一個好的特徵它會取決於你之後要用在怎樣的一個任務上 錢櫃網路可以說是可以把它視為一種特徵學習 具體來說,這種網路它的最後一層通常是一個線性分類器 而其餘層的部分則是去學習提供特徵到該分類器上 舉例來說,你這時候input一個線性特徵不可分的類別的時候 可能在經過最後一層隱含層之後會變成線性可分的 也就是說最後一層可以是另一種模型 而倒數第二層的特徵可以根據最後一層學習不同的性質 那這本書它最後有提到說 這個部分最後有提到說 人類跟動物它可以透過非常少的label的data去學習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我們的大腦可以去處理unsupervised 或是semi-supervised learning 然後這邊我要介紹一個greedy layer wise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這個這個的出現是因為早期的bmn 它如果是採用supervised learning的話 它會可能因為樣本太少很容易產生overfitting的現象 然後因為參數優化的部分也常會收斂到比較差的局部解 然後當網路乘數較多的時候 梯度下降的速度會越來越慢 因此在2006年的時候 有人提出了這個 3D layer wise unsupervised pre-training 它迴避了以上的問題 因此在dn的復興上發揮了很關鍵的作用 因為在這個pre-training出現之前 普遍只認為說只有cn或是rn可以被訓練的 那這個pre-training最關鍵的部分是 它可以找到一個很好的初始值 而pre-training之後所學到的特徵 也可以對其他任務有用 我們直接跑一個流程就知道了 我們會有一個input data x 然後特徵函數是f 那麼首先我們進入這個function的時候 會先輸出一份input x 然後去處理n次 那我們從1開始 我們f1就是等於我們的unsupervised future learning 做一次對x做一次 然後把剛剛取得部分跟原本的future function合成 然後再把剛剛做好的那個部分跟原本的input x做更新 再放回去x 然後重複n次 就這樣一層一層做下來做m次 然後最後再取決於看你有沒有要做future 那future這個部分呢 則是將pre-training過的每一層放回神經網路 利用pre-training階段得到參數初始值的訓練數據 對模型進行整體調整 那這一個過程中參數進一步的被更新形成最終模型 也就是說一個已經訓練好的任務x上的模型 將其放到任務y上做模型調整 讓任務y可以去使用這個特質的函數 那pre-training在分類任務上可以使test error獲得重大的改進 但是其他類型的任務不一定有幫助 甚至可能會帶來壞處 所以他接下來會討論說 何時跟為什麼unsupervised pre-training會有用 那我們希望學習的演算法在unsupervised的階段可以學到的訊息 在supervised的階段可以表現得更好 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word be better 在one bit one half bit 中認兩個字的 更好的例子它是word be better 在one half bit中認兩個字的距離彼此都是相同的 因此他學好的word embedded 他們之間彼此的距離也是自然相似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非常大量的unlabel的dataset可以使用 這一部分 與我們一般對unsupervised learning的理解是一樣的 就是當unlabel的esample越多的時候結果會越好 這個問題是one half vector是所有的字 比如說你有十個bit好了 那這十個字 就是有的那個就舉1加20 所以你做那個euclidean distance的時候 它會全部都是2 就兩個的距離 因為其中只有一個e嘛 就是十個數字在十bit 每一個字就只有一個bit是1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它就距離永遠都是2 那他就講說這樣子的話就完全沒有辦法分 所以他用unsupervised learning 讓不要用這樣的方式 而可能比如說變成一個小數的 這樣子就可以去算 它vector就基本上會去學習到一個小數的關係 每一個距離彼此間就會不一樣 它是用這樣來解決的 非常感謝jason的講解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說 它這邊做一個處理 它讓input x跟output y的部分 它讓output y投射到一個二維空間 讓它的座標視覺化 然後這部分是用isomap做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圖 它是從圖中間圖的中心開始往外做的 也就是說顏色是藍色部分是開始部分 紅色是結束的地方 那左邊是沒有用pre training的部分 然後右邊是有 我們可以看到右邊的話 它是有收斂到同一個區域 而沒有的話它會散開來 那也就是可以很確定很明確的看到 它右邊這邊的test arrow 它的平均值跟平方差會比較小 進入取到一個較好的初始值 然後它也是有一個缺點 它有兩個缺點 因為它是分兩個不同的階段去做的 所以它會有兩個hyper parameter 那有兩個的話它會在另 在第二個階段會比較難去預測學習 而且當第一個階段結束之後 它必須要將hyper parameter更新到另一個階段 那這時候會需要有一個很長的delay 會有一個很長delay 然後最後就是在現今 基本上 supervised pre training 已經大部分都被放棄了 只有那個自然語言才會用到 那理由就是剛剛已經提到 它在處理這方面的時候特別有優勢 但是它在DNN的意思上 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程碑 因為它在當時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讓初始化可以更好 對 想完了嗎 想完了嗎 想完了 你可以回到前面 對嗎 不是 再回到前面 你有一個那個 對對這個 這個可以在前面的第一個 第一個root 它在 比如說你f是identity function 對 所以你在怎麼做 然後你f 第一次 第一次的f先出直 出直直 你f1就是 是一個 你可以這樣也知道解釋一下這個 這個 好 其實它就是不斷 它是不斷的更新它的那個future function 它第一次就是先處理一次 我們x就當初還沒處理過 就是先做一次那個 然後第一次做完之後 它這時候做好的future function 去跟原本的合成 然後它再去跟它原本的 再去更新它剛剛做過的那個資料 我解釋好了 f是 就是類似像是 做每一層 做類似像 那第一次 是identity function 那第一次 這假設就是e 它的e 它要做這一層 做完就lx 然後做activation 得到一個f函數 f1 第一層的結果 那就是下面的那個圈圈有沒有 圈圈就是數學上那個function composition 好像叫複合函數是不是 中文忘記了 所以就是f1跟原本是e嘛 所以第一個f是e 所以是f1跟e做computation 其實就是f1 f括號e跟identity function 所以第一層其實就是把它存到f 所以第一層的f就是f1的結果 然後再把這個做完之後放到s那個1 然後再來做第二層 就是k等於2了 然後這時候 原本的這個第一層的輸出 就變成第二層的輸入 這就是這個l 然後做function就是f2了 對不對 那得到的這一層的f就是fl跟f1做computation 他就是一直就是等於是f1 f1 lx這個function不斷的一直長上去啊 一直l of l 對對對 他這樣子代表是unscroved by 我的意思是說假設我知道 ok這個是l of l 那這個跟這個整個要表達的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意思 就是在以前 就是說 早期dn tram不出一個好結果 然後來發現說 那如果我每一層做 拆開 一層一層做unscroved running 然後得到一個wait 就是wait跟bite component 然後以這一個當初子值 串出來的結果會比較好 就是像剛剛講後面那時代說做兩步驟 這第一次就是 都把它當成一個兩層兩層的 那當然每次兩次中間有一層是重疊 第一層輸入跟hidden layer第一層 做unscroved learning training 然後得到它的之間的wait ok 然後這時候再拿第一層的hidden跟第二層的hidden 做unscroved pre-train 直接要一直構下去 那這樣子就得到每一層之間的initial的wait 以這一個當作所有wait的初子值 做整個的train 就是後面再做所謂fine tuning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呢 我知道其實後來這中間的history 我不是很清楚 那現在其實大部分的做法大概都是 wait的都是random的 就是assign random值 然後如果說有over fit 就是那種drop out 還有一些其他regulation的技巧 所以他才說現在比較少用這種東西 請問這個具體指的就是那個RBM 可以做一種訓練這件事情 可以用RBM 也有人用autoencoder 這是一些onservive learning的model 它被用來利用來做訓練這樣子 所以像剛剛講的RBM RBM是一種技巧 然後我講的autoencoder 也是另外一種技巧 然後我講的autoencoder autoencoder就是回覆自己 想要把自己的 拆前面那一半當出來 對對對 對 他等於是如果是autoencoder 他先用 他train出來的前面的 等於是encoder的部分 當作是一個initial weight 對 然後再去 就這樣一層一層把weight都得出來 然後再整個做正常的supervised trend這樣 只是用這時候 這個onservive learning 只是用來得到initial weight 我想問一個事情 就是說 像剛好提到說 在這之前 像是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跟那個 您剛剛講RBM 他自己也講說 就是他的這個 那些層就是 是recursive的產生 那那個是RMN嗎 就是他說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被認為在之前還可以訓練 就DNN有問題嗎 還有一個他講說 那個recursive的聲音 他是指的是RMN 就是在那個 對 CNN還有另外一個 剛剛你講到是RMN 對 那是RMN嗎 還是指的是 像我知道RBMC 看成是一個無窮層的那個 Feed forward等等 Word那個 然後他其實本身 就是一個 遞回的網路 是可以拆成一個無窮層的一個單向的網路 還是他只是那樣的東西 還真的就是指RMN 你說這個跟RMN的關係嗎? 對就是還是 但是他真的就是指說RMN 在DNN之前被認為有些的範例子可以訓練 他就只知道 對 就是RMN 就RMN可以訓練 嚴格意義應該是像更進一步的像LSTN 或是像GAT 有GAT 有GAT的這樣的RMN 你如果是最傳統基本的RMN 其實也不好 再早期也是不好訓練 是因為RMN它的層數比較少 因為有些RMN它的Hidden layer也可以弄成好幾層 DNN 為什麼它會比較好訓練 是因為就是 RMN沒有比較好訓練 他是對比Mardy layer的Safron而言 因為Mardy layer的Safron是全連接 所以你的Parameter非常多 比較多 但是你RMN的Gradient value的問題 會比同樣的Parameter來 假設你和Parameter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Parameter一樣多的時候 他這邊的 我猜啦 他作者的用意就是說 在之前呢 Dip Neural Network Fully Connected 他就把Parameter的Gradient value的 幾乎不會成功的 幾乎不會成功的 因為Parameter太多了 然後你不曉得Parameter要怎麼射才會最好 所以就發展出這些細菌 那RNA其實也有這種問題 但是他不至於全部都癱瘓 好,接下來是我介紹 我們是把它拆成三個部分 所以接著播下第二部分 那第二部分在講的是 transfer learning 跟 domain adoption 就是15.2節 那15.3節是 semi-supervised 關於他學到的一些 factor 他是講他的特性 那其實 其實這一個章節就是主要 跟 transfer learning 有關 那為什麼要講 transfer learning 因為現實上 我們常常是沒有那麼多的 data 就是你看到很多 image name 或是什麼其實都是 那些寫 paper 或是做論文研究的 那他們也有 比較有時間或是經費去 整理出這樣的 data set 那在實際應用上 我們沒有那麼多好的 品質好的 label 的 data 所以才有 transfer learning 這樣的東西 那 transfer learning 就可以從 其他 domain 就是相似的 domain 去學到一些 feature 然後在這個上面 再去做 learning 那這樣子會比較 節省時間 然後去彌補 實際上 data 不足的問題 那 trament adoption 有時候其實也可以 被分做學分認定的一種 那他也是 就是他其實在學 就是 其實是一樣的 task 但是他的 input 是會有一點不同的 那後面會再做 更詳細的介紹 那其實剛好 就是圈分認定這一節 呃 李鴻一老師的 我們訓練你的課有講 那我去看一下 就是我覺得他的架構 就他講的方式 比直接看出來的更容易懂 當然 但是所以我就會 比較依照他的方式 這樣子下去講 那 所以 但是我當然不會 全部一模一樣 跟我比較像 overview的方式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 直接去聽他的課 大概 不到一個 接近一個小時左右 那 他一開始有一個 蠻好的梗 就是 介紹 學生的內地 如果在現實生活上 是怎麼樣 就是這個 就是 如果說 今天他 就是他可能 相關的例子 說今天有研究生來 他不知道 研究生跟實驗跟指導教授 跟 投稿期刊的關係是什麼 那 沒有人 在做 就是做這樣的分析 所以剛好 老師就說 剛好有一部漫畫叫做 爆漫王 爆漫王呢 就是在畫說 一個漫畫 他想要 一個想要成為漫畫家的人 那 他想要刊登 連載等等 這一整個故事 所以 在這個領域裡面 他們就是 所以漫畫家就很像研究生 那他們要畫漫畫之前就要畫粉錦 就很像在跑實驗一樣 那折編就是管他們的編輯就像指導教授 那 在日本的漫畫界就是投稿好的期刊 投稿好的那個 點載 這叫做Jump 就跟投稿好的期刊一樣 那所以說 你就看 你看這漫畫你就知道 在漫畫界這個Domain 你就可以去想像說 那在研究生這個Domain 是怎麼樣子 就很像說今天 這裡面有個例子就是 有一個很厲害的漫畫家 大概 有點像在比喻那個海賊王 那就是他有一天他不想要 不想要再畫 他想要結束連載 那就好像研究生今天想說 我不想再為教授弱勢 我想要畢業 那在折編跟他講說 好 那從今天開始呢 就是你連續 可能八個禮拜 你都拿到這個Jump期刊的 觀眾投票第一名 我就讓你結束連載 就跟指導教授說 接下來連續八篇paper都拿 那我就讓你畢業這樣 所以 那他有一個他就說 如果用這種描述這種 漫畫跟研究生這種文章 下去做 勸我Embedding的話 他其實可以勸出 就是漫畫家研究生 這個之間的Vector關係 就像 WaterVet常舉的就是 Queen啊 Man啊 Woman Queen的 這個關係 那所以就是 這有點就像是 Testable Learning 在講從一個Domain 去學另外一個Domain 那在 李文藝老師的課裡面 他是把它分成這樣子 今天就是 我分成Target Data跟Source Data Source Data 就是 我現在已經有的 別人Label好的 可能是Label好的 就是 不是我真的要做的Data 但是他可能已經有比較好的在那邊 那他對Data 是我真正要解決那個領域 問題的那個Data 那大概就分成這兩種 就是有的是有Label 有的是沒有Label 那組合起來的Metrics是這樣 那今天Transfer Learning 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講 左半邊的這一種 那 右半邊的 就是 連Source Data 都是UnLabel 就 嗯 就是在 Deep Learning Book裡面比較沒有提到 那 李文藝老師也是很快的代步去這樣 可以 那 首先我們就來看 Fine Tuning Fine Tuning就是指 你的Target Data 就是你要解決那個問題的Data 是有Label的 那你剛好有一份Source Data 也是有Label的 那 什麼時候會 所以 嗯 假設說 我今天手上的Target Data 是蠻少的 那我有非常大量的 嗯 Source Data 那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拿這個Source Data 去Chain一個Model 那 再用這個Model Chain出來的Output 當作 我要 Chain的這個Target Data 的Model 的Initial Value 然後 才會可以得到一個 呃 比較好的結果 那當然有時候 假設 嗯 這個級數相差太多 那可能會造成 Overfitting 那 有 嗯 老時候提到幾個解法 就是 嗯 Conservative Training 就是指說 你在Chain這個Model的時候 你可以 因為這樣會有兩個Model 一個是Source Data Train的 一個是 拿Source Data的Output 當作Initial Value Chain的Target Data 這個Model 那其實我們可以 在這兩個Model中間 加一個Constraint 就是 讓這兩個Model Chain出來的結果 嗯 越相似越好 等等之類的 那你可以做一些 調整 或是Regularization 讓 嗯 Target Data 這個Model Chain的時候 不會跟 不會差太多這樣 就不會整個壞掉 那第二個是 Layer Transfer 就是它可以把 嗯 它可以把 其中 你可能 在Source DataTrain的Model 之中的幾個Layer 是可以用的 然後 Copy到 你 真的要解的問題 那個Target Data的Model 那 這時候 就是利用 這些Layer學到的參數 去幫助你 在你要解決的問題上 得到更好的結果 那 常常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那 既然可以CopyLayer 那我要 挑哪些Layer 做Copy 那其實是 答案其實是 Case by Case 所以你在不同的領域 可能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你可能就要熟悉那個領域 的那個Model 是它平常在 嗯 認的時候是認到什麼樣的Feature 舉例來說 嗯 如果是做Speech的話 通常是會Copy 最後幾層的Layer 因為 嗯 Speech的這個 Network在Chain的時候 前面幾層 通常都是 就是在學 嗯 每個不同的人 他的發音方式 那他 他把他認出來 把他抓出來 最後把這些發音模式 的Packen去掉之後 才是真的去解析 可能每一個字 或是每一個詞 發音他的意思 所以 對 嗯 我們在 對他們在做Speech的時候 其實 後面在對每一個字詞 解析 就是把它轉換 把聲音轉換成字詞 這個過程其實是相似的 所以是可以用後面幾層的Layer 那如果在做Image的話 就是反過來 就是 CNN這些大家應該很熟 就是在前面幾層 其實大家 都是在去detail 那些特別的Edge 或是邊 那不管你在做什麼樣的 圖片的問題 其實都需要 去辨識那些邊啊 形狀等等 所以其實 在Image反而是前面幾層 是可以共用的 欸 等一下 這個是 對 對 他說Image要用前面幾層 對 但是實際上 在insertion 或者什麼 在用 其實你都是用到 那你最後都是 都是那個sode max的前面一層 嗯 你實際上 如果我看那個 你如果看那個就是 對 這個 你講的那個是完全的 傳說的Rending 嗯 那他這個有點像之前那一張講的 那個叫什麼 Multi task learning 對 他這個比較類似像那樣子 Multi task learning 好像就是另外一個分類 你講的 我的意思 意思應該是 就是 比如說你會有很多層嘛 對不對 對 最後你會到那個 就是Dance的那個Layer Dance再來就是一個sode max 對不對 像Google的Inception或其他的大部分都會叫你用 就是都幾乎叫你用sode max的前面一層 那幾乎已經是 跟那個speech講幾乎已經是在最後一層了這樣 嗯 所以我有一點 我當然知道說 Image的前面幾層 他可能是抓編啊 怎麼樣子的 只是 我看到有一點 這個應用的case 就是兩個 Teletory非常的遙遠 相對 就是他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他只取低階的來用 如果兩個其實有 比如說原本是一個貓的分類器跟一個狗的分類器 那大部分其實都相同 你說只要最後幾層 換掉就好了 前面都可以共用 嗯 我不確定 你看到 就是我等一下也是會稍微提到 然後有看一下CS231N的老師有講到雷射的東西 OK好 沒關係 等一下你再 好 所以其實下一張就是 嗯 就是Andrew是 Andrew是 那個跟李菲菲一起交CS231N的 然後他去年在 嗯 Deep Learning School 就是去年9月好像有一個 Andrew 就是那個 從 百度內 原本在百度內 Andrew辦的那個Deep Learning School在 Bay Area 那他給了一個talk就是 他會整理一下常見 他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嗯 當他在轉新任的時候他要怎麼選 他要怎麼選的architecture 還有什麼 什麼tips 然後他說 Don't be a hero Don't be a hero 就是你不要逞強這種 我要從頭到尾圈一個非常厲害非常非常深的network 其實他的建議是去哪一個你喜歡就是適合你的架構 然後可能是state of the art 然後你把通常這種有名的network 可能都有人家pre-trained的 我好像打錯應該是pre-trained 都有一個pre-trained的model可以download 你download下來之後你做一些修改 那最後再去fineetube 你才會得到你在解實際應用的時候最好的結果 那 怎麼做呢 就是 他大概會有兩種做法 就是 比如說你可以把人家train好的convolution neural net 當作一個fixed feature extractor 那你把最後的fully connect的那個layer換掉 換成一個classifier 從前面是fixed 後面是classifier 然後再去train 等於是說你只要train你最後那個classifier 對你的那個target data 那 這就是在你圖片量很少的時候 那假設你有更多的圖片 你就可以用finetune的方式 finetune的方式 就是你可能不只換掉最後幾層的classifier 最後那一層classifier 你可以在最後幾層 換掉最後幾層那幾個layer layer的layer 那 就是那finetune layer把它換成你自己要train的方式 那前面一樣就是你download下來的convolution model它原本的樣子 那這樣子去做finetuning就是也可以得到不錯的結果 那在他2016的課裡面就是有提到就是有提到類似的東西就是 其實就是剛剛講的就是第一個就是原本如果你拿一個很深的network大家講這樣 最後面 沒辦法用那個 最後面那邊1000那邊就是最後的classifier如果是 就是通常他們因為我記得 欸我忘了是什麼 是image name嗎 就最後是分1000類嘛 那你可以直接把後面那個classifier去掉 就是第二張 第二個就是換成一個例年classifier等等去 然後再用你的 target data去train 那或者是你 data有更多一點 你可以用finetune的方式 你把不只換那個最後classifier那邊裡面 最後幾層你可以換掉 那這時候有一個tips就是 為了避免就是前面的那些別人train 所以我們假設別人train的結果應該比較好 為了避免別人train的東西被你後面的target data的train的弄壞 那我們可以對前面的layer跟後面的layer用不一樣的learning rate 那所以他說通常前面幾層大概用原本的learning rate 十分之一那後面可能用百分之一這樣 欸我講錯了 對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 在你就是dataset不同的情形下 就可以得到比較好的結果 那 所以如果把這些東西整理起來 大概會有四種不一樣的情形 就是可能你的dataset 第一個可能是你的dataset 你要解決那個dataset是很小的 但是你跟原本的dataset是很像的 那 如果既然你們都已經很像了 但是所以說你其實就可以 在這個情況下你就可以直接 在最後一層train一個linear classifier 那 如果第二種就是你的 你要解決那個dataset是比較大的 然後也跟原本很像的 那就可以用剛剛講的方法 你可以把最後幾層換掉 那因為這時候 因為你的dataset比較大 你比較不會怕overfitting等等 所以你就可以finecune整個network 那 接下來是第三個是你的資料很小 但是你跟原本那個 你拿的puttrainmodel的那個domain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這時候其實同樣的原則是 小資料比較適合拿最後幾層的 把最後幾層換掉 全體內classifier 那 他除了這個之外 他有提到一點就是 你也可以在前面幾層 就 加一個sbm的classifier 避免 就是在一開始就有一些 避免說你在最後面拿到的 都是 太dataset specific的feature 就表示說 因為你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source data 跟train data 其實同面相差比較遠 那可能加一個classifier有助於改變 可以調整這個情形 但這邊他沒有再多講 所以我就不 不確定說 背後為什麼加這個會比較好 那 最後就是 一樣的原則就是 最後當你大聲比較大的時候 你是就是用finecune的方式 對 原則大概是 小資料你可以 換掉後面的lag 然後做 換掉classifier 那大資料你可以換掉比較多一點 然後用finecune 那這個剛好就是 永遠老師有引用這篇paper 然後他就是做了 關於這些 copy這些layer的一個實驗 那 那 h軸就是他今天 copy了幾層layer 就是 01234567 就是他 copy越多層 就是會 越往 數字大的地方 那 在上面看到一條虛線是baseline 就是你沒有做任何改變 就是那 他的那個 accuracy就是那條線 那今天他把image net分成source跟target 那他就各有500格的class 那假設說如果先看 如果先看就是比較深的第四格這個紅色 就是他這個就是他只做 呃 他只做 他只做 copy 他只做copylayer這個動作 他沒有做finecune 就是他 layer copy過來 他就直接 就是直接train那幾個layer 就直接用了 那可以發現就是一開始 當你copylayer比較少的時候 一層兩層的時候 其實跟 原本baseline是相近的 但是 當你copy越多層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壞掉 可以想像 那 如果看上面這個淺 淺 紅色淺 橘 橘 橘 這個就是他除了copy之外 他其實有做finecune 就是他可能還會再 呃 跟重新train 就是重新跑一次fever fever 那 這就會發現就是 他其實效果會比baseline還更好 那 其實中間兩個 呃 深藍色跟淺藍色 是跟 呃 transfer learning比較沒有關係 但也是他們在 這些實驗中 呃 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這兩個就是他如果直接拿 target data 就是他不管source data 他直接拿target data chain一個network 然後他可能把 呃 他一樣做copy 但是 他拿target data chain的network 前面幾層 把它fix住 然後再 再 再拿同樣的target data 再 再重新chain一次後面幾層 那其實他會發現就是 結果很不穩定 就是他到後面copy越多說會壞掉 但是突然他又 效果又變回來 那剛剛是 講說target data 他拿前面幾層fix住 那如果加上finecune呢 其實 他效果也是很 不穩定 那這比較奇怪的是 呃 在可能一般人的想像裡面 就是你用同一份 data 只是你 你只是 呃 fix住前面幾層 然後再用後面幾層 再從chain等等 應該是不會差太多 那其實是 都會影響到 因為他可能 呃 wait之前沒有經過傳遞等等 只是 就是這邊babel在做這些transfer learning的時候 而外 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那 所以到這張為止 大家前面都是講 呃 跟 transfer learning裡面 就是跟finecune相關的 那 除了 接下來一定有個部分就是說 呃 除了finecune之外 如果你的sourced data是有label target data也是有label 另外一個方式叫做 multi-text learning 那multi-text learning 顧名c就是 我是要解決 多個問題 但是用同一個network 那 這有另外其他名詞 就是有時候你聽到 joint learning 或是learning to learn 其實也是相似的概念 那 或者是當你 其實當你就是在 設計你的network的時候 你發現你是要upmise 超過一個以上的load function 就是 其實某一個程度來講 就有人把它歸列成 他也算是multi-text learning 那 可是 雖然李永遠老師有講這一段 但是 在其實在 deep learning book裡面 他其實是直接講說 multi-text learning 其實比較像是 一般sourced advice learning的延伸 所以 他其實不太算把它分類在 transfer learning裡面 然後 其實像李永遠老師有講 就是 其實在 transfer learning這個領域 這些名詞啊 或是大家怎麼分類 什麼東西是transfer learning 什麼東西不是 每個學者或是什麼 其實都講的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 就是多看一下 多參考這樣 那 multi-text learning其實是長這樣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他就是 要利用 就是類的之間 可能有共同性 也就是說 當你要解決問題 你要解決 task a 跟task b 但他們其實是 可以共用某一層類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不管 最常用其實是 左邊這個 就是 你的input layer前面幾層 其實是可以共用的 那 比較特別的 可能就是 你input input input 前面幾層沒辦法共用 那中間某一層可以共用 那也可以做成這樣的設計 那 其實在這前陣子 應該是上個月吧 就是Google發表一個 one model to learn them all 的 paper 他其實就是一種 manet task learning 那 他其實同時在解決 不同 domain的 八個 task 有 speech recognition 然後image classification image captioning 然後有 語意的 parsing 然後有 英文對德文 德文對英文 英文對法文 法文對英文的 翻譯 然後他們全部都用 同一個內容下去 change 那其實他是長這樣 就是 因為這些都是 比較像是 secrent to sequence 的learning 所以就是一個 input encoder 跟一個 output decoder 的結構 那他每一個 test經過中間之後 他都加了一個 IOMixer 去決定說 他現在是要 解決哪一個test 或是哪一個test 怎麼共用 那更詳細一點 可能要去看這篇 paper這邊 我就 沒有得去細看 這不在 deep learning 部裡面 這剛好是最近有注意到 那剛剛那兩個部分 就是fine tuning 跟multitask 的你就是在講 有label的target data 跟有label的source data 那接下來是 接下來部分就是 當你的target data 就是你要解決 那個問題的 data 是沒有label的 但你也擁有一些 有label的source data 之後 你該用什麼樣的方式 首先 就是這例子就是說 在mdx裡面 大家熟悉的就是 黑底白字 然後 所以 我們假設我們擁有mdx 黑底白字這個dataset 那我們可以拿它做確定 但我們另外有一組 我們要做 我們實際要解決的問題是 它的顏色跟它的背景 可能被換掉了 然後其實是沒有label的 那這時候其實 我們是要解決 同樣的task 也就是說 我們要分辨手寫數字是什麼 但是它的input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 這時候 就算 就算是剛剛講的那個 matrix的下 左下部分這樣 那有什麼方法呢 那 有一篇蠻新的paper就是 提到這個domain reversal的方法 那看到reversal 大家其實就會想到game 其實它跟 如果你知道game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 跟game的原理蠻像的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 嗯 我們有 我們可以先用mys 就是 傳統的mys 先 chain一個 feature extractor 那 我們想像說 嗯 feature extractor 可以去分 就是 可以去抽出 就是這張圖裡面的feature 然後去分辨說這個數字是什麼 那 呃 實際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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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 其實 應該說 我們可能想像說 它的資料可能是 呃 看左邊那個打岔的地方 它的藍色那些點其實是 我們用傳統 就是黑底白色的 的mys 下去 train這個feature extractor 因為它有label 所以它可以 label出很好的 呃 結果就是說 一個一個圈圈 一個一個cluster 這個群聚的效應就是 某一個數字 可能一二三四五 但是在 它沒有label過 它沒有學好的 就是紅色那邊 就是那些被換過 呃 顏色換過背景的數字 那所以就變成這樣 所以 實際上 我們該怎麼做 這邊 pepperty的方法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 domain classifier 把這兩個domain先切開 那 切開之後 我們才可以 然後在前面的feature extractor 再去學說 這時候我們該 我用這張圖講好了 就是它其實是這樣的概念 就是 它跟game很像 就是它其實會有兩層 那 domain classifier它的作用 就是去分 分辨說 今天 這個 input image input之後 經過feature extractor 出來的feature 它是 sourced data domain 還是target data domain 那 這時候 我們在調整這個network的時候 就要讓這個feature extract出來的feature 可以騙過這個domain classifier 那當它可以騙過這個domain classifier的時候 就表示它可以extract 同樣這張圖到底是哪一個數字 就是不管它的背景沒有變化過 那 上面 上面這個 就是 一般的level predict 就是最後它才去 分辨說這個數字到底是多少 所以它跟game的原理很像 就是它train久了之後 到最後train成功 就是後面那個 下面這個domain classifier壞掉 因為它分不出 不管是為哪一個image進去 它分不出 它到底是 它到底是原本的emnese 還是它被調整過的emnese 那這時候就可以成功的 解決剛剛那個問題 那其實可以想像就是 這個內容應該也是跟game一樣 就是不太好train 因為 總之你要train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騙過它 然後你又想辦法讓上面學習到 還需要一些技巧 那除了domain的ratio之後 在剛剛 就是在這一塊就是指的是 target data沒有label 但source data有label 就是還有另外一個 分支叫做0shark 也就是說 剛剛是要解同樣的問題 可是現在可能是要解不同的問題 就是原本你的source data train出來的model 是在分是貓還是狗 那可是今天你要train一個model 是要分這個圖 是不是草莉碼 那這個草莉碼 你完全沒有看過 怎麼可能學得出來呢 那它也沒有label data 所以當你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你要解這個問題的 data的時候 就叫做0shark 跟你 那其實0shark 就是指你完全沒有data 但如果你有 通常如果你有很少的data的時候 你可能 你會聽到 比如叫fue shots跟你 或是one shots跟你 那它們一樣都是幾乎 或是完全沒有training example 那它們 繞結的問題的概念就是 用semantic transfer 就是你要 怎麼做成功 對 再用來 在一旅間 那些東西 我們拍攝